可乐鸡翅在这个鸡翅的背面 滑稽到 鸡翅就洗吧洗吧就开始切了 也不用腌什么之类的 直接烧的时候入味就行 因为你装牌的时候是 这个面朝上 你这面滑上刀容易入味 炒水 对先炒水去去的写水 凉水下 凉水下 可乐鸡翅的做法就特别多 还有过油的 还有直接煎的 还有不煎的 直接直接焯水 然后直接就下锅炖 炖 对加可乐 那我的方法就是 把可乐先把这个鸡翅里面的血水煮掉 然后再煎 那不焯水直接煎 那就是血水保留在里面的 对 那样可乐鸡翅就容易混 这些沫也觉得煮出来了 开锅可以了 捞出来再洗一遍 鸡翅相对来讲是肉里边比较便宜的一部分 鸡肉整个在肉类当中就算便宜了 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那一大盒子鸡翅才一磅 就合人民币10块钱 那我那一大盒子能吃好一分 那它比国内卖的还便宜 便宜 一只鸡才两磅 但是那鸡也不是咱们那种什么农家溜达鸡什么的 它就是那种养殖肉食鸡 现在把鸡翅这个里面的水沾一沾 要不然它蹦 对 这是要煎一下 焯完水再煎 煎完再拿可乐 相对来讲就炖一下 烧一下 好少放一点油 我又买了一个锅 煎锅 一会儿给你看看 铜的外边铜的 里边是特别好 没涂层的 有涂层 那个煎完是真不沾的 我那饮水鱼煎的可好了 你要注意保养这种锅 别拿硬的东西洗 洗涤剂最好都不用 锅烧热了 下鸡翅 小火煎啊 小火煎 把这个鸡翅的香味煎出来 还有就是表皮煎到金黄 颜色也好看 就是这种涂层的锅 不能用硬的钢丝球之类的刷 只能用海绵洗 还不能加水 我觉得这鸡翅到这程度 已经可以吃了 金爷 刷点蜂蜜 弄点酱油 不就是烤吃吗 香啊 就是要把这个香味煎出来 这是煎碗准备 少了啊 嗯 哎呦这锅啊 看到没 你可乐已经预备好了 看到没 嗯 可可可乐 用可可可乐和百事可乐 有什么区别吗 可可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你也觉得没什么区别 我做完了以后 一个百事可乐做的 一个可可可乐做的 你可能这两个可乐 能区分出来 我能喝出来 这个是百事可乐 一个可可乐 但做成可乐即吃 你就吃不出来 真的吗 我觉得是 行吧 可可可乐 应该是糖分比百事多一点吧 据说有一种是果糖 一种是折糖 是吗 嗯 就是他们糖是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做菜的时候 呃 是吃不出来的 嗯 葱姜包裹 小鸡翅 整整一罐可乐呗 对 正好一个 听庄的 正好一听 我记得当时你还提醒 就是说 最好是常温可乐 对 要不然的话 就是太凉了 对 太凉了 就把鸡翅 整个温度降下来了 嗯 还有这个可乐鸡翅 你如果想颜色好看一点 不介意的话 可以放一点番茄酱 因为你本来也是做甜的菜嘛 放番茄酱也是没问题 如果是塑料瓶那种可乐的话 那就是更多一点 更多一点 那一瓶也可以放里边 也可以放里边 但它的糖分就比这个可口可乐更多了 就更甜了 你把它汁都熬下去以后 那这道菜就比它更甜了 啊 把葱姜剪出来 炖的差不多的时候 那有人要是比如说做这个菜 他要用剑仪或者零度呢 糖也差不多吧 也差不多 加点盐 你现在这个汤的颜色 就是可乐的颜色 是吧 对 不是放着酱油 这又加了一点 这放的老抽吗 对 让它颜色更 更深一点 加酱油 做的可乐鸡翅和番茄酱 就是两个风格吧 哎呦 你能想象往可乐里边加点酱油喝吗 不能了 这个菜就是这个汤 对 但是加这个酱油啊 让它颜色更正 就像有的做糖醋鱼 是放番茄酱 有的又不放番茄酱 我在可口可乐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吃饭整领导嘛 然后给领导弄在可乐里边加酱油醋 还有辣椒酱 让它喝 它就喝了 最后收汁了 差不多了 把这个汁收干就行了 收浓就行了 因为这里面 可乐里面很糖嘛 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汁会越来越稠 你知道 你知道一罐可乐里边有多少糖吗 秦也 我觉得有30到50克吧 对 30多克 是吧 35克还是什么38克39克的 反正快一两了 你知道吗 嗯 这挺可怕的 是啊 那有人一天喝好几罐可乐 你知道他喝多少糖进去吗 对 那半鸡名糖吃了相当于 但很多菜里面都是放糖的 就你吃着 你不吃出甜味的菜 你说一罐可乐 一小勺糖 我能理解 但你要说有30多克糖 这太多了 确实太多了 对 那你看我做过锅包肉 或者糖醋排骨的时候 那也是一勺糖 那一勺也就30到50克 对啊 嗯 那我看了就很触目惊心吗 对 那你吃的时候 你觉得好吃的 你没觉得它有这么多糖 是 嗯 还有就是你 你自己做的时候 你可能我觉得 这个菜不用放这么多糖 然后你放的就少了 但是你就觉得跟饭店味不一样 对 多放 人家糖醋排骨就是得多放糖 对 是糖醋的吗 对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好 主要是我看一共有9个 你知道吗 我吃完一个剩8个正好 你知道吗 嗯 最后这个汁在浇在上面 你放了一点盐是吗 放一点盐 这个就不用放味精 甜的菜都不用放味精 就盐 糖就是可乐里面的糖分 就够了 就已经足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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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